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着跟凯和行有很大差异 我们以便做演示便来谈谈这些笔数问题 比如说我们平常写凯书或者新书的首字 本来是这样写 可是到了草书呢 它就变成了这样写 我们平常写一个知乎者里的乎字呢 笔数是这样的 可是到了草书阶段呢 它是这样写下来 然后这样写 我们平常写那个千万的千字呢 应该是这样一种笔数 可是到了这个草书上呢 就变成是这样的 比如说年 年节 年度 这个年字 本来是应该这样写的 可是到草书呢 已经是这样写的 形体上的变化 导致的在笔顺上也有不同 这些方面呢 还有很多的字都可以来说明这个道理 比如说 知字 这是知道的知 还有呢 比如说 好坏的好字 本来在行书当中是这样写 到了这个 草书呢 好字就变成这样的笔数了 嗯 这个 他先写这本子字旁 这样写 嗯 还有呢 比如说上下 啊 这是上 这是下 由于这个 字形的不同 变化是很大的 比如说 自己的字 这个字字 应该是这样的 他到草书呢 他已经是这样 嗯 林字 本来在行书当中是这样的一个林 嗯 到了草书呢 他这样写了 这也 也不相同 嗯 这是说呢 我们在笔顺方面 有这么多的不同 嗯 那么您前面给我们讲过 这个草书的 这个诞生呢 最初是由于这个复极之用 嗯 那么从这个草书的这个速度上来讲呢 呃 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讲 匆匆复极草书 据说有两种解释是吗 您给我们讲一讲 对 呃 这句话呀 呃 听来很简单 实际上呢 它是草书当中一个很多年 哎 始终存在争议的一个课题 嗯 这个匆匆不及草书啊 有两种解释 实际上是断句问题 断句如果断在匆匆 后边再说不及草书 这就是说呀 非常的忙碌 来不及写草书 如果把前面四个字断为一句 就匆匆不及草书 就是我时间太匆忙 所以只好写草书了 这二者 由于断句的不同 意义上截然不同 嗯 所以我们呢 现在有必要研究一下草书的速度问题 也就是草书应该快些 还是应该慢些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上 大家争执是不一样的 然而我们呢 也并不是周中 我个人以为 草书不应该太慌乱 写得如果慌手麻脚 这是不行的 但如果草书写得过于缓慢 也就不撑起对草书 所以我们平常所讲的 草书应该快还是应该慢 是应该说 在有节奏的前提之下 在符合一个基本的事件要求情况之下 去写 假如说 我们说 行书啊 它应该比草书 要慢一些 如果大家有这样一个共识 草书的基本速度就差不多 因为大家知道 行书应该比凯书要快 那么快多少 按我个人写字的习惯 大概按每个字的时间计算 应该行书是凯书的三倍 而草书只要比行书还要快 这就说明草书应该快些 但是倘若 他的慌乱之间的写下之后 是这个非常纷乱的 那么这时候 已经单纯从速度考虑 草书已经失去了书法意义 因此我们讲的草书的这个速度问题 跟刚才你讲的这个这个话题 就应该看到当时说这话的人是怎么回事 比如说这个当时说这个人呢 他一定是在完成一封书信上 所留下的一段话 为什么呢 因为这句话是书信用语 往往往在书信之后 他加上这样一句 匆匆不及草书 也有写的匆匆不暇草书 是一个意思 那么这个匆匆不暇草书 如果你写这封信 本身是草书 那就是因为诗间过于紧张了 只好写草书 如果你写的不是草书 你后面将这句匆匆不及草书 或者不暇草书 那就说明草书不应该是快写的 因为呢 草书很困难 写就不应该快 所以我才写不了草书 事件太紧张了 田老师 我们还想请您具体的谈一下 这个草书在笔画上和行书有哪些不同呢 那在笔画上呢 主要是他的优思引代啊 远远多过于兴书 而且呢 他字与字之间呢 也有引代和优思牵连着 少至两个字 多至几个字 不过这点呢 我们要说明一下 就是说 这个草书啊 引代优思 我们先解释一下 引代优思是什么啊 嗯 比如说这个 我们在 在草书当中 比如说 写的 而且这么两个字 中间这个连接之处 嗯 这或叫优思 或叫引代 以为 啊 那么中间 这一块 它的联系 最好啊 这个字与字之间的联系之处 不要太多 啊 对这一点呢 古人不少批评 这个优思引代过多呀 是一种弊病 嗯 在书法当中 是一种毛病 假如说 我们在写的时候 比如说 我们 呃 做过的 这个演示当中 高氏那首诗 绝君 此别 义和如 假如我们写这个 你看 如果都联系在一起 就显得非常纷乱 这就先接着啊 这样的话呢 就就过于的纷乱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 优思引代过多以后 它影响认读 给你感觉的视觉是很杂乱 嗯 并不舒服 所以呢 在这一点上 呃 当年唐太宗李世民 就非常严厉的批评 草书当中这种毛病 他这样讲过 行行行若迎春银 字字如碗秋蛇 他这一次就说呀 你这字写的 一行一行的 像秋影都缠联在一起 嗯 又像蛇呀 都盘绕到一块 给人感觉的非常杂乱 啊 我们写草书的时候呢 呃 有时候是这样 就是说呃 应该是金蛇入草 啊 飞鸟出林 应该有那个蛇形之状 但如果是一屯蛇盘绕在一起 圈颜过多 在书法当中就是回避这种圈颜过多 是指什么 比如说我们写个一金的金字 嗯 啊 这这个 这个中间这些部分叫圈颜 啊 带圈带眼的这东西叫圈颜 嗯 但如果过多就不好 如果这个写完之后啊 是这样的 是让人看之后乱了轰轰轰轰 这就不好 哎 所以呢 这个如管秋说 或者如银吹银 啊 营绕的意思 这就不好 宋代的著名书论家呢 江白石 就是江奎 他们也曾经啊 对这个问题有个批评 江白石这样讲 古人做草 如金人做针 何尝苟且 其相连处 特是隐带 参考其字 是典话处 杰柱 非典话处 偶相隐带 其笔皆轻 虽负变化多端 而未尝乱其法度 这话就说的非常的精确 我们做一点演示啊 江奎再说啊 字与字之间的联系处 那个优思 是应该特别轻的 我再写一下 你看啊 比如说 以及 这个地方是轻的 嗯 我们看的是有非白 啊 因为这种地方 如果加重 比如说 以 这样过来的 就是因为一重 就不知这是个什么字 对 影响认读 对 马上影响认读 因此呢 江奎说的很好 字与字之间相连 但那个优思是轻的 而笔画与笔画之间相连之处 往往是中语的 嗯 讲的非常精妙 草书呢 是古人创造的 那我们金人 可不可以再创造一些新的草字呢 实际是不可以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是传书 一个是草书 嗯 古人创造以后 基本是定型 嗯 如果现在呢 呃 你在使用当中呢 呃 或许会遇到某些个 这个字不会写 那么应该注重学习 基本上古人所创造的草书呢 完全够我们平常所应用的 嗯 即使不够也不能随便的再重新呢 自己创造 因为这种创造的话呢 会给这个书法带来混乱 比如说传书 大传呢 自己并不是很多 但在用途上当中呢 如果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只能回避一下 在草书当中呢 也是这样 如果你在使用当中 不会写这个字 你要查一查 要问一问 啊 要学习 你自己制造一个草书的话 呃 这就如同一个汉字一样 汉字也是古人创造的 那么现在 嗯 我们没有被授予这个 再创造汉字的权利 嗯 那么这些东西 被得必须得公认 不公认你写上之后 除你认识之外 别人都认识 这草字就没有意义了 嗯 那您前面给我们讲过 讲过行草的时候呢 您说这个不能够把字去组合 比如说左行右草 上行下草 这样的方法是不可以的 对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在草书当中呢 用呃 一个草字的偏旁 加另外一个草字的不熟 这样组成一个草字 可以吗 呃 很多字啊 是可以的 嗯 但是也有相当的一批字 不可以 嗯 因为有一个不可以 所以我们在相加的时候 比如说你对这个草字不熟悉 嗯 左右两边的偏旁的 你都会写这个草字 嗯 而加在一起 你认为这就是当然的一个草字 嗯 未必都是这样 尽管多数是这样的 在少数人都不是这样 因此你在这个地方 你必须去谨慎态度 我在这点上呢 呃 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看一看 嗯 比如说 啊 品德的德 就道德这个德字啊 你看 行书上是这样写 嗯 到草书上呢 它是这样 呃 呃 我首先再说明一点啊 这个草字啊 有时候有几种写法 啊 我们是举举的其中一个例子 啊 呃 不是说就唯一只有这样写 不这样写就不是草书 有时候也不不一样 比如怀苏啊 张旭啊 呃 比如贺之章啊 孙国庭啊 他们也不都呃 近似相同 有时候有其他的写法 我们举的其中一个例子 我们再说一个 比如听啊 是听啊 这个听字就是 我们在行书阶段可以这样写 那呢 他的写法呢 草书上是这样写 你看啊 嗯 在右方的 这两个 都是一样的 是相同的 但在草双表现 这个是这样 嗯 德是这样 听是这样 说随意相加行吗 不可以这样 随意相加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品德的德 那么贤这个之后 贤这个之后来这样 行吗 不行 因此这样写的话 没有人认识他是个德族 嗯 所以就是 呃 随意相加当中带来的毛病 啊 因为怎么 因为草书草书的一个规定 我们再举个例子啊 呃 比如说这个 有这样两个字啊 这是翻题写的一个孙 还有这样一个字 这是个丝 嗯 先不说左边 右边是一样的 可是我们在写起来的时候 到草书阶段 草书的角丝旁 是这样写的 你看 非常像子 嗯 如果我们继续下去 把右方也用草书写完 你看是什么形状的 右边的这个细字吧 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 这样写就可以了 嗯 等我们加在一起看的时候呢 你看 这个字 它就是孙呢 还是思呢 所以你随意相加它不可以 因此古人对这个字 有一个硬性的规定 嗯 就在草诀摆运当中 他讲得非常清楚 他告诉我们呢 孙旁不细思 他说孙 这个字的旁边 不许带上这么一个 私字的东西 啊 啊 就说 他规定了要这样写 嗯 我们现在的简化字 写一个子字 旁边加一个小字 这个星体 就根据草书的这个孙子来的 嗯 所以 我们又不能把它写成 现在是这样的 认为这就是草书 哦 因为这样楷化以后 也不是草法 所以按照草书的规定 这样写 这是草书的孙 因此呢 到思字 只要是 加了这个 这是思 而不是孙 因此 把孙和思 分得非常清楚 看来草书的规定 也是非常严格的 在这方面 我们不得不留心注意 嗯 您在我们也是一幅作品 好吗 好的 我们现在写的是一幅二乘四尺的草书中堂 是相对规范的一幅草书作品 在这一讲中啊 我们主要强调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草书的严肃性 对于初学者来讲 写凯书 不易表现出生动活泼的体式 所写的凯书呢 往往是矮板死至 而初学草书的朋友呢 又往往把字写得不够规范 而影响任度 大家知道 书法说到底还是个写字 我们不能孤立的 把书法 简单的解释成为是一种线条艺术 因为书法的点化 不能简单的用线条二字来概括 因为同样的形体 同样的线条 却有凝重与轻浮之别 又有浅薄与深邃之别 高水平的书法家 他们笔下的点化 形状 并没有什么极其特殊的地方 而所表现的 却是有血有肉 达到只可意会 不能言传的一种意境 正如陶渊明的诗中 这样说的 他说 此中有真意 欲变以妄言 把话拉回来说 古代名家所留下来的草书字迹 不管多么狂放 都是可以认读的 因此 我们初学草书的朋友 罪迹龙飞凤舞 常常出现这样一种笑话 自己写的草字 时间一久 自己都不认得 过而 草诀百韵 以及四体签字文 等等法帖 都是我们应该上的必修课 近代名家 余佑任 为了强调草书的规范性 诸有标准草书 诸有标准草书一书 确实是良心功苦啊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苏书的一首词 十年生死 两茫茫 不思量 自难忘 千里孤焚 无处化凄凉 纵使相逢 淫不实 尘满面 病微霜 夜来幽梦 呼环香 小玄窗 正梳妆 相对无语 唯有泪千行 了得年年长段处 明月夜 短松刚 天老师 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 您给我们讲过草书本身是一种非常灵活多变的书体 那么通过您今天的讲解呢 我觉得您重点给我们强调了一下它的规范性和严肃性 是这样 是这样 因为这个草书啊 它本来是因为体式的演变 和它的简化 以及它形成的过程 它就非常啊 不易认读 如果你在失去它的严肃性 和它的规范性 草书已经认读上 困难太多了 因此我们特别强调对点 使得让初学者引起注意 不要让草书陷入混乱状态 好的 好 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